好 那麼剛剛光麗說 這個門當戶隊很重要 其實門當戶隊某種程度 我也真的是承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應該要嫁什麼樣的男生 那他應該要娶什麼樣的女生 我記得我在小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媽媽全部是軍人 所以我媽媽一直希望 我們家的女兒全部都嫁給軍人 我那個時候就很討厭 聽到這個事情 因為我小時候在家裡頭 是軍事化管理 我進去校十年 又是很嚴格的軍事化管理 所以我對這兩個字 我很怕 軍事化 軍事化 我已經有點歇之底履了 所以我一直很反對 我媽媽講的話 我很排斥 我爸爸那個時候也介紹 他的同事的兒子 給我認識 但是我都不喜歡 我覺得說我不要跟你們一樣 我不要嫁個軍人 結果我是錯誤的 軍人要去 軍人要去睡覺的時候 是踢正步 軍人應該來講 就是說他們的生活是很規律的 一板一眼的 對不對 那很適合我 其實因為我在學校裡頭 我們也是一樣 要把內務整理得乾乾淨淨 把家裡弄得好好的 那你剛剛說老公睡覺了 是 所以那時候跟藍文欣 在交往的時候 他前面跟你交往的時候 都表現得很好 可是後來就變成他吃西瓜 然後就丟在垃圾桶裡頭 在客廳 我就跟他說 不要丟在這邊會有蚊子 我就把他拿到外面 對對對 我就拿到外面去 他什麼東西都亂丟 我上次講過 他吃東西坐在沙發上 他是躺著吃的 那個東西全部都掉 都掉到那邊 然後都是螞蟻 要我來親 這就對你不體貼了 然後你知道就是說 一個極端自私的人是怎樣呢 他坐在他的超寶上面 他是不准人家在上面吃東西的 對 他坐在我的車子上面 他可以怎樣 弄頭皮啊 他又弄得全部都頭皮 吃東西也是在亂吃 你知道嗎 修指甲 雪花片片 對 所以說你碰到這樣子的話 真的是很噁心的 但是你就是選擇 所以我才剛才講就是說 女人就是很認命啊 你結了婚以後 你對老班百般的再不滿意 你也是咬的牙忍啊 那他適合什麼樣的女生 他適合什麼樣的女生 那個要問他吧 因為 因為連我這麼好的女人 他都可以出軌外遇 然後他就選擇的那個女人 那兩個女人 我已經不好意思 這樣在電視上講了 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他到酒店裡頭去玩 酒店玩完就好了吧 把人家帶回家生兒育女 這是什麼意思啊 那大家也都知道了吧 好 志偉這邊 因為光麗有說 有一種老公是默不關心的 那你這邊有案例 對 這案例 我是覺得說也蠻佩服這個女性 因為我跟我太太分享 我太太會覺得如果是他 一定會離婚 因為這個例子是說 這個太太跟先生 已經結婚快二十年了 那他們有三個小孩 但是這個先生 就是從小孩比較懂事 就可能是學齡 就是小學一二年級以後 這個爸爸 他不太管家裡的事情 那他們在家裡面 就是財務是分開的 就是你女生賺的是女生的 男生是男生的 那然後這個老公平常 就很宅 不是很愛出門 不太參與孩子學校的很多事情 當然就是假設今天這個媽媽 因為工作 他要出差不在家 爸爸不會擺爛不顧小孩 因為自己生的嘛 但是就是他就帶小孩的方式 就是全部在家 然後一人一臺電動 然後爸爸也在打電動 小孩就全部看iPad 就覺得媽媽不在的時候 好開心喔 一般媽媽在的時候 不讓他們玩這些 就會帶他們出去玩 那他的老公 就是屬於說 那你要帶你自己去 因為我不想出門 我上了一個禮拜的班 我很累 假日我想要休息 然後他就說 好吧那你就休息 他就很任命地 會把小孩帶出去 甚至有時候 我看他這個出國 也會自己帶小孩出國 然後沒有先生在旁邊 你就覺得那你的過程當中 你先生到底參與了什麼 他說這個這個人就說 其實他跟他先生 剛剛交往的時候 覺得他先生是很愛他的 只是因為結了婚 就是就是有 男人有一個責任在身上 以後他會覺得他要努力賺錢 因為他在小孩身上的投資 是沒有手軟 然後女兒要學鋼琴 找家教來教 然後那個兒子要學什麼 就是他他會付錢在這上面 或者是三個小孩 會幫他們買一些投資型的保單 或是幹嘛幹嘛 這些他先生都會做 所以他就覺得說 好像這些我不會做的 他來補足了 但是為什麼會講到 其他誇張的地方 就是說但他這個先生 就很常會嫌棄他 在朋友面前 可能就會直接媽很笨 怎麼是這種事都做不好 或者是嫌他不會做家事 就是衣服也洗 不會洗衣服 不是 衣服洗了 曬得很皺 他不喜歡 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你看起來會覺得這個先生 真的超不愛這個太太的 然後是這個太太很愛這個先生 這個先生即便不參與小孩的活動 然後錢又是分開來 那甚至是他也有表達說 如果有一天我們沒有一起住 我也ok 跟他太太這樣講 那當然莫不關心 既然你這麼依賴我 我根本不喜歡 你還這麼依賴我 對 那所以就問 問了 就有人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還要繼續留在這個婚 他就說 因為從交往到結婚 也生了三個小孩 都二十幾年了 那離開了 他也不曉得要幹嘛 那甚至是 但他前一兩年 有發生過 她就一直在當依附的角色 他沒有到 他沒有自己 應該是 應該是 那他到了前一兩年 他 他就有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媽媽 就是這個女生的媽媽出了一個車禍 那是媽媽就住院 那住院這個女生 他剛好那時候要就是再出差 那人家通知他說 你媽媽出了車禍 因為他的爸爸已經過世了 就是剩媽媽而已 那怎麼辦 我現在人在南部 然後他就打給他先生說 你可不可以去幫我看一下 我媽現在出車禍 被送到醫院了 但是他知道他媽媽的狀況 不是嚴重的 可能是摔到腳或幹嘛 他先生第一句話問他說 有沒有怎麼樣 他說目前是還好 但是我想說 我家就剩我跟我媽而已 他先生跟他說 可是我現在在一個重要的會議 我走不開 他從那件事情 才開始在懷疑說 這個人沒有愛無疾無我的家 了解 對 但是他後來他跟他先討論 這件事 他先跟他說 今天如果是發生在我父母上面 我連要求都不會要求 所以就不太懂 這對夫妻 是 那Vivi這邊有那種 莫不關心型的老公嗎 對 有莫不關心 然後我覺得我朋友 我等一下講這案例是 莫不關心加上 上司型的老公 對對對 因為剛剛志偉哥的朋友 他是至少他 我覺得他是有在工作 就男女雙方都有在工作 我朋友他是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然後他老公呢 在公司裡面 他是一個就高階主管 所以他在家裡 因為他是主要經濟來源 他回到家之後 他就是一樣 會把領導公司的那一套帶回家 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怎麼房子 怎麼沒有整理乾淨 你這一整天待在家 到底都在幹嘛 對 然後他也不會去做 回到家還在訓斥 對 他也不會去整理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在外面工作賺錢 回來已經很累了 所以你就應該要把 家裡面都整理好 那我覺得我朋友 他就很愛抱怨說 我老公他就是收入很高 可是卻摳得要命 就是他看得到 但是他拿不到那個錢 他知道他老公 可能年薪多少 可是給他們的都很少 就是一定的比例而已 然後他說最重要是 因為我朋友 他自己是家庭主婦 所以他們比較沒有場合 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後家鄉都帶小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 就會比較邋遢一點 然後他老公一回家之後 如果比較早回家 他就會去健身 然後就會把自己弄得很帥 然後他就開那個照片 給我們看說 你看我老公 他居然還有空去健身 他把自己肌肉啊 怎麼線條都訓練得超好的 然後就開給我們看說 你說他這樣是要勾引誰 可是呢 他是為了你啊 但是你知道他 他現在給我們抱怨對不對 但是他在講這句話 給我們看照片的同時 他居然露出了微笑 所以就讓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這朋友 他非常的崇拜他老公 所以他雖然嘴巴上是在抱怨 但是他內心其實是有點在炫耀 他老公 他給你們看 對 因為他自己也有用啊 那個肌肉 他可能就說 哇 你看我就可以 對啊 他也有奮用 他幹嘛這樣講 那麼完美的老公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是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剛開始 都會聽他抱不平 聽到後面我們都 就是完全已經變成 感覺還是一個不平等的關係 對 是 好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休息一下